在这些皇子当中啊 能算得上是霞王的 我倒觉得有这么一个人 这位阿哥呀 可不是那个有着那个万千粉丝的 宜亲王老十三印祥 他恰恰是被雍正皇帝改了名字 叫做赛斯黑的 康熙皇帝的黄九子 贝子印唐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自从咱们开讲这九子夺迪以来 就有朋友啊不断的给我留言 讲讲我四爷呗 讲讲我那霞王十三爷呗 这四爷呀 是九子夺迪最终的胜利者 咱们得留到这故事的最后再讲 至于您嘴里说的那个霞王老十三呀 咱们到宜亲王那边啊 再好好聊 关于这宜亲王他是不是个霞王啊 我这观点可能跟别人的 还不得一样 随着对康熙晚年 皇子们的处为战争了解的深入啊 我越来越发现 这所谓的九子夺迪啊 其实就是一场说不清楚的 各怀鬼胎的罗生门 皇儿老爷子康熙 这些皇子们啊 有的愚蠢鲁莽 也有的呢 奸诈狡猾 还有的磨刀祸祸 更有的韬光养晦 在这些皇子当中啊 能算得上是霞王子 我倒觉得有这么一个人 这位阿哥呀 可不是那个有着那个万千粉丝的 宜亲王老十三印象 他恰恰是被雍正皇帝改了名字 叫做赛斯黑的 康熙皇帝的黄九子 贝子 印堂 一提到印堂啊 很多人都嗤之以鼻 因为大家都认为 这位九阿哥呀 不但丑陋 而且贪财 并且呀 善于搬弄是非 爸爸康熙和哥哥雍正啊 这两位皇帝 是没个儿大惊他的 雍正皇帝就曾经说过吗 文才武略 一无可取 是乃父不计数之子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咱们就说说呀 真实的印堂是什么样子的 好好的掰着掰着 这九阿哥和父亲兄弟之间的关系 老九的妈妈呀 是一妃咕噜啰式 在后宫当中 无论是位分呢 还是被皇帝的宠爱程度 都是比较靠前的 一妃娘娘一共生了俩儿子 这老大呢 就是五王爷印旗 还有一位呀 就是这老九印堂了 我看很多博主 在聊到九子夺狄的时候啊 都说这康熙皇帝 压根就不喜欢自个儿这九儿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老九啊 长得他不英俊 那么事实是如何呢 幸亏这九阿哥的真容像 还有一张啊 流传到了今天 您瞧瞧啊 这就是老九的画像 丑吗 我看还行啊 至于和康熙老佛爷之间的关系 这爷俩 我也没看出什么不好来 不但如此啊 我倒是还觉着这康熙老皇上啊 多少的还偏爱这位九儿子 就在康熙三十一年的时候 这老九病了 什么病啊 耳朵下边啊 长了一个三线脂肪瘤 这病啊 可是个妇人病 通常啊 都是爱缩了个鸡架子 啃个猪爪什么的 再加上爱客瓜子 这病啊 就找上你来了 对喽 就是那个前两年呢 挺红的 经常上春晚那个那个校上演员 不是也得过这病吗 您知道是谁吗 对对对 就是他 这九儿子的病啊 看来是很重 已经开始啊 高烧昏迷了 宫里的中印麻了转了 没办法啊 该着干着 这九儿子呀 他命不该绝 这个时候啊 在北京 有这么一位 意大利的传教士 这杨老道啊 名字叫做木景远 不但精通西洋医术 并且呀 是个出色的外科大夫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康熙皇帝连忙 教明木景远进宫 给自个的九儿子看病 您猜怎么着 这杨大夫一出手啊 还真就把这九儿子的病 给看好了 这会儿 已经是康熙三十一年的 八月底了 康熙皇帝 率领着八个印寺 以上的六位皇子 巡视塞外 说是塞外巡视 那其实啊 就是打猎去了 就在往回走的时候啊 这康熙皇帝 接到了京城的奏报 说这九儿子印堂啊 在京城已经痊愈了 老皇一听 这份高兴就别提了 急忙就下旨啊 让这老九赶紧来 来到自个儿的行载当中啊 陪自己一起打猎 等到这小印堂啊 来到爸爸身边以后 还真给老皇露脸 第一天出猎 就用他的小弓箭射死了两头鹿 这康熙皇帝啊 十分高兴 并且啊 第二天当着隋驾文武 以及外蒙古王公的面 把一个刺杀老虎的机会 给了印堂 康熙皇帝的这些举动 难道是不认同 不喜欢老九的表现吗 那么康熙皇帝 他为什么喜欢这位九阿哥呢 因为这老九天师聪明好学 无论是在蛮猛汉语的掌握上 还是对西洋科学 以及语言的学习当中 都表现出过人的天赋 尤其是在语言方面 这老九啊 竟然发明了 用拉丁文转写满文的方法 直至今天 这种拉丁语标注满文 还是国际上学习满文的常用办法 还有一点也很关键 那就是这老九虽然是八爷一党 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争夺皇位之心 康熙四十七年 康熙皇帝一废太子 在这期间啊 老九表现出兄弟之间的情历 也让康熙皇帝很是欣慰 康熙皇帝一废太子 太子因人因为跟老皇上赌气顶嘴 康熙皇帝在震怒之下 就曾经说过 今后二阿哥所言不必转奏 当时负责看管废太子的 是老大印之和老四印针 太子啊 自己申辩说皇父若说我有千般不适 我全认下 唯独适逆之事 儿子实无此心 这老大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认为啊 扳倒了太子 自己就是皇位的继承人 这些个话 他当然不想给太子转奏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 老九殷堂站了出来 建议老四说 这此事关系重大 似乎应该上奏 老四听了老九的话 深以为是 他说九阿哥说的是 便单了不是 也应该替他揍一揍 并且态度坚决的和大阿哥说 你不揍 我就揍 康熙皇帝得到了印针这份揍报之后啊 表示赞同 说你们揍的是 并且下令将废太子脖子上的铁链解去了 就是因为老九的这个建议 印针才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赞许 前拘进印仁时 并无一人为之沉奏 为四阿哥 性量过人 身之大玉 屡在阵前 为应仁宝奏 似此居心行事 巡视伟人 就凭这句话呀 印针在爸爸心中肯定是加分不少 关于这四阿哥和九阿哥之间的关系啊 不是今天咱们讨论的话题 咱们呀改天再详细分析 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九 康熙皇帝招诸皇子入前金宫 下狱呀 责骂八个印刺 妄续大志 党与相互勾结 妄图谋害太子应仁 将印刺所拿 交予义政处审礼 这时候啊 老九老十四下跪 力保老八 康熙皇帝虽然怒斥其微 凉山破的义气 并且出手打了印堂两个耳光 但是啊 这老皇上他再怎么生气呀 用的也无非就是家法 爸爸打儿子两下 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并没有过多的难为这老九和老十四 并且呀 在事后还禁封这二人为贝子 在老八被消绝降罪以后 印堂怀揣毒药 愿与其同生共死 又配家带锁的亲自随行 以示同患难之意 此等兄弟情义啊 在今天我们看来 那仍然啊 是十分让人感动的 那有人就说了 照你这么说呀 这康熙皇帝这么疼自个儿 这个九儿子 那为什么最后印堂 只是个贝子爵位呢 这就和印堂另外一个身份有关了 康熙皇帝 看出了老九啊 并没有争夺皇位的心 并且呀 他是一个善理财会经营的主 于是啊 就把一项艰巨的任务 交给了他 替皇家理财 有人说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这天下都是皇上老爷子 探理财 有户部呢 还用得着个皇子吗 哎 用得着 因为这国库的钱呢 那都是国家的 皇上再怎么爱财 也不能取用 皇上家用钱呢 都得是内务府金库调拨 内务府的钱是哪来的 主要啊 靠黑龙江的金矿 两怀的盐客 制造局和东北的深容贸易 包括铜银矿产 这些行业的税金呢 都充于了国库 但是利润部分 那可就归内务府金库了 那么就得有一部分人 给皇上家单门经营这些事情 这种人啊 有一个官称叫做皇商 后来的和珅 胡雪岩 那都是大名鼎鼎的皇商 老九印堂 因为善于经营理财 也被皇上任命为皇商 也就是说这老九啊 实际上是爸爸康熙在外边 一只搂钱的耙子 您别笑 没有什么不对 您想这皇上家 也得过年呀不是 这后人常说呀 这九爷是八爷党的钱袋子 九爷钱哪来的呀 哎 就都是这么来的 人常说呀 这老九爱财 并且呀 曾经无耻的敲诈过自己的女婿 永福的钱财 这永福是谁呀 永福啊 是印堂他们家三丫头的儿父 同时啊 他也是明珠的孙子 有人说这明珠死后啊 留下了大笔的家产 由子孙继承 后来呢 这老九就借着亲戚的关系 敲诈了永福的家产 这件事啊 多是坊间传闻 留下的档案资料很少 不过我还是在永仙路当中 找到了这样一段记载 奎旭无子 以所有家产八百万 限于功夫 令九辈子执掌 奎旭是明珠的儿子 永福的阿玛 因为死后没有儿子 所以把自己家产八百万 捐给了朝廷 有九阿个达理 后来这纳兰家族啊 为了让奎旭不至于绝世 给奎旭承继了永福这个继子 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奎旭捐家产在先 家族过继永福在后 至于永仙路当中 记载这句话 完全是出自康熙皇帝的口吻 也就是说呀 这老九做的这些事 全是康熙皇帝受益安排的 还有人说呢 这老九派人到东北 偷花生戎 在天津 开办稀有木材的牧场 倒卖严隐 插手江南制造局 这种指责呀 不会是空穴来风 我想啊 是样样都有 不过呢 雍正年间 雍正皇帝 给老九印堂 定了二十八项大罪 其中一条也没提这些个事 那么就可以肯定了 这些个事啊 也是当年 康熙皇帝 受益老九干的 那么老九爱财吗 真爱 因为他呀 是八爷的死党 他对这位兄长啊 如高山扬指一般 在八爷党当中 是绝对的核心人物 这老八印四啊 待人宽和 平时不善理财 所以八爷府内府外 以及八爷党巨大的开销 都是这老九啊 一人承担 不但如此 同是八爷党成员的老十四 出兵青海 老九同样拿出钱来给弟弟开路 前后啊 给白银数万 为了给自己这位小老弟儿充门面呀 还特地给大军君王打造了金杯金碗 这爱财的老九 其实是个能挣钱会花钱的主 算得上是仗义输财 被发配到西北军前效力 他和当地人做生意 从来都是要多少给多少 不跟着当地的商骨还价 在西北极省颇有九王爷 不与民争利的好名声 老九的钱财 不但周济分赏给自己的亲信和官员 其他到他跟前告帮的人啊 也都能尽量得到满足 所以后来雍正登基以后 给老九定的二十八条大罪 第一条就是 塞斯黑行止恶乱 谋忘非常 爱以财货买结人心 且使门下之人广为言语 足见这老九啊 在钱财上啊 是大方的 并不是吝啬的守财奴 曾经得到印堂救助的山西贫民 令狐一世 得知这老九发配军中效力 千里迢迢赶来 扮作普通商人 假称啊 有要事求见九爷 遭到这印堂的拒绝后 仍然不死心 通过这印堂的太监啊 偷偷就给印堂 递了一封信 这里边啊 是这么说的 山陕百姓都说九爷好 又闻九爷遭难 表示 愿服有道之主 不服无道之君 欲聚合山陕兵民 以救恩主 这印堂看过这封信以后啊 告称 我们兄弟没有争天下的礼 此后若再说此话 即差人缉拿 事后啊 有人提醒印堂 不应该放这人走 应该把他拿了 交到朝廷去 这样就放走 传出去 岂不让人抓了小辫子 印堂倒是不以为人 他说若拿了这人 他就吃了大亏了 可见啊 这九爷还确实是有一副 狭义心肠 那么是什么原因 让后来的雍正皇帝 如此痛恨印堂 不惜改名毒害呢 咱们呀 下回再讲 我人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打今儿起啊 咱们就正常更新了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的唯一动力 得嘞 天不早了 咱们呀 明儿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